选按新增任务 输入任务名称 您可以指定此任务的到期日期 以到期时间 选按建立单元 将您要加入的影片网址复制后 贴入影片网址栏位中 OneNote会自动取得其影片名称与单元说明 您可以设定此影片教材的完成指标 是由系统自动判断 需看完影片的指定百分比 或是需由老师手动批改 或是指提供学生自主学习 不列入进度完成计算 设定完成后 按下储存 这个影片教材就能加入OneNote任务中 新增网页单元教材 您可以将教材网址贴入网页网址栏位中 也可以选按云端硬碟图示 直接从您的云端硬碟中选择需要的档案 或是由您的电脑上传新的档案到云端硬碟上 再做分享 OneNote会自动取得该档案的名称 并在网页的下方显示预览 最后您一样可以设定此教材的完成指标 是由系统自动判断 看完指定的时间 或是由老师手动批改 或是仅供学生自主学习 不列入进度完成计算 接着按下储存 就能将此教材加入您的任务中 若需调整教材的顺序 可以选按这里 用拖曳的方式来调整教材的顺序 完成所有任务的教材新增后 请记得将教材设为开放 按下新增 这样同学才能在任务中看到您所增加的任务内容 若您需要编辑任务内容 可以选按这里 或是在右手边的管理功能 选按任务 也可以进行编辑 明镇训选顺序 隐碍 经济 疯优优独播剧 ready 中文 这内容 产生 这